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红酒 鱼斯基 聊一聊您新的这个剧 大家都觉得印象里的罗家梁还是就是创世纪 天地男儿里面那种非常英俊的那个样子 但是这个剧里就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帅老 因为要跟说是曼演他的叔叔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没想到突然之间会见到我是这个样子 对 因为现在都会常常重复放我们以前的戏 是吧 创世纪什么的 所以很多观众的印象 罗家梁走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 天地男儿是96年了 30年前的 我不可能现在是30年后还是这个样子 也有人跟我说 其实我现在这个年龄保养得不错了 捞家 广东话 意思是一个人既能在一行干到极致 又能在各方面都做得出色 在香港娱乐圈 这个词语最初是用来形容罗家梁的 有人说他是全香港穿西装最帅的男人 他是TVB第一个世帝 也是唯一一位三封世帝 并稳坐无限一哥宝座的男人 即使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个神仙打架的香港演艺圈 罗家梁也一样是风头无两 王者一般的存在 有点可惜就是我很红的时候 那种享受 那种很红的感觉 就很少都在拍戏 其实我真不喜欢说话 或者是聊天可以 就比如说出去 大家喝喝酒聊聊天可以 可是你让我去表达 自己说很多事情 我是有点障碍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家庭环境吗 比如说父母 可能是吧 可能是吗 很严格 对小时候我也很少说话的 可是我很听话 就老师或者爸妈要我做什么 我就跟着做 很少会反对啊 叛逆啊 没有的 您小的时候在香港是生活在深水部 我在那个地方出生长大 到14岁才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穷啊 最比较穷的地方 我们就是10平方米吧 都住7个人 很难有什么好的东西吃的 以前没有的 除非有某人有喜宴就很开心了 可以去石斑鱼啊 那个时候才有机会 平时就是我爸 他发工资的那天 就会买烧肉啊 买两瓶啤酒回来吃 也没有玩具 放学的时候 就经过一个卖玩具的 只是看 可能摸一摸啊 拿着来看看 挺好 这个很喜欢 然后就放下了 然后回家了 因为没钱 我记得有一次 我要买一个削圆笔的那个东西 圆笔刀 对 然后我妈给了我几块钱啊 好像五块 我自己上去买 买完之后买了一个一块 还有两块 回去被我妈骂死 她说你买一个那么贵的 你赶快上去换吧 换一个便宜的 当时就哎呀 有一点沮丧 因为又要下去换 又没面子 又没钱 可因为没钱 没办法就下去把它换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已经如此繁华的香港 罗家良可谓出生在盛世里的贫民窟 高中毕业后 他成了一名会图员 后来参加了无限新秀歌唱大赛 以歌手身份出道 如何从默默无闻的绘图员 做到三封是地的无限一歌 这些年的经历 堪称一部教人如何逆袭的励志小说 您还参与海港城的建设了是吗 你知道啊 是啊 我进行之前 我跟我老婆回香港 然后有一次她说 我想去那个店去买衣服给她妈 就很复杂的里面 对 很大 是吧 很大的 你没去过你就不知道怎么走 然后老婆你看我来吧 走啊 走啊 就找到了 因为我太熟了 里面太熟了 从歌会图员到参加这个比赛 其实跨度还挺大的 当时已经想好说我要走 演艺圈这条路了吗 没有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 我很喜欢唱歌 也参加合唱团啊 也去看很多照相乐啊 因为我很喜欢音乐 很喜欢古典的 尤其是 后来也跟香港照相乐团 跟大度会来的收容 就唱过一些歌剧 《弄神》啊什么《蝴蝶夫人》啊 都唱过 后来就填了纸 去参加 五线那个新手歌唱比赛 去玩吧 是吧 是我前妻帮我填的 以前 其实是她无形劲中 推了我进行的 然后参加了就进行了 我也没想过会进这一行的 从来没想过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不是爱表现自己的人 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奥妙的了 但还是有些梦 万一成了呢 我没想过成与不成 老实讲 因为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嘛 演示也不好嘛 很木辣 那这种不善言辞这个性格 你觉得会给您带来困扰吗 在TVB里面作为一个新人来说 会很困扰的 就是说一出来就感觉失败的那种感觉 当时我很瘦 当时很帅啊 不很瘦 可是很瘦 然后演技也没有 所以一出来我觉得就 哎呀 这条路挺难走 我就告诉自己努力吧 自己去练眼神啊 看很多戏 看完戏之后我会跨图 我曾经做过这样很长时间的功课 拍完一部戏我都会常常去制作部 就问他们怎么样啊 然后我或者是我去看片啊 我曾经试过用两年的时间去看剪接 我没戏拍我就去看剪接 所以这一段时间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然后后来努力了十年 无线开始给我一些角色了 有时候一线有时候二线 就是很浮动的 嗯 可是你时间过了越长 你红的机会就越少了 是吗 出名要趁早嘛 对啊 你还有其他人就上来了 然后如果你还不行的话可能就没了 我觉得我那么多年之前在无线就是我能熬 能熬 能熬 我可以不睡觉也很听话 在无线一定要听话 不听话会怎样 血肠啊 情商很高啊 就知道他们到底想想要什么 我觉得什么角色我我都可以去尝试 当时我就想哎呀什么时候才能红呢 啊 红的这真挺难的 1996年 在臣服了十几年后 罗家良终于等来天地男儿 大反派徐家丽坏到吊渣却又偏偏有着因素一样的目的 TVB的高层都惊讶 难得连反派还能这么有观众员 1997年 TVB设立了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罗家良获得第一届市地 稳稳坐上无限一哥的位子 第二年 市地竞争异常激烈 陀江师姐 港剧暖男的天花板欧阳振华 妙手人心更是涌现吴启华和林宝怡两位强劲对手 而大头文的成功让罗家良再获最佳男主 莲庄市地 2002年 凭借《流金岁月》丁善本一角 罗家良成为第一个夺得三届市地的艺人 市地奖杯在手 两张白金唱片 洪馆开演唱会 当时罗家良是名副其实 风头无两的唠家 所以1996年演《天地男耳》 可以说让您抱吼 当时我忘了我在拍戏还怎么 总之我回家的路上 我基本上没看到有什么人 很少这样的 就是大家都回去看结局 看许家丽怎么死 对 大家记住许家丽这个角色 然后也记住了罗家良 然后那段时间差不多六年吧 应该那段很密集了吧 天地男儿 然后《创世纪》 然后《难兄难弟》 对对对 《流金岁月》 对对对 很多 其实我基本上是不停地拍 我在《无限》八年之后才第一次请假 当时我知道我很红 我是知道的 我非常知道 但是我还是在拍戏 我在外面那种 很多人追着我那种感觉 真的小朋友 老的 总之都喜欢我 都喜欢我 所以我运气挺好的 可是呢 有一点可惜 就是我很红的时候 那种享受 那种很红的感觉 就很少 很少 继续在《无限》 在拍戏 一直拍戏 其实很少有跟外界去连接的一个机会了 很少 很少 都在拍戏 一看《无限》的时候 差不多快17年 我拍了六十几部电视剧 天哪 对啊 六十几部 电视剧不是电影 都要出彩啊 都要不一样 都是我常破我自己 用意志力 一定要做好 那时候红了之后 什么感觉啊 心里 跟周围的人相处 跟家人相处 我也没有 飘什么没有的 没有 因为我刚才说了嘛 我还叫《无限拍戏》 《无限》是很平等的 你红也不红 我们大家都是朋友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无限拍戏》 每一个演员 要红都不容易 真的 都很难的 已经是一哥了 刚刚你也说TVB的片酬很低的 拿到试地之后 能去自己主动要求提高片酬吗 没有 不谈这些很现实的东西吗 其实 其实我们 我是报心的 所以之前已经签好 比如说 包你几年多少钱 每年多少钱 我们是不会 因为拿到奖 拿到什么东西 就是要求 老实讲 你这个奖 也是TVB给你的 因为我们在TVB长大的 因为大家知道在TVB是 钱很少很少 然后大家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很珍惜 每一次的机会 每一个角色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我们比较敬业吧 或者怎么样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应该的 台词手啊 准时啊什么 这些都应该的 虽然很辛苦 每天拍每天拍 不停地拍 很多都是认识十年 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我租轨很有默契 很温暖 在1997年 决定把这个理想城市的意念 复之实行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 1999年 由罗嘉良主演 号称史上阵容最豪华 制作成本最高的港剧 《创世记》横空出世 汇聚了当时TVB全台精英 一度被赋予了 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说 这是一部对内地经济 有预测效果的神奇巨迹 为什么他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去供一间房子呢 因为是那些有钱人在耍财 甚至有人说 看完《创世记》 所以才有意思 这个世界是笑评不小唱的 比别人快一步 不会被人看不起 反正脚步慢了 就会受人欺负 而剧中风投最近的男主角 叶容天 也成为了跨时代的 荧幕经典角色 我在想我们创业 到底做什么好 做什么都不要紧 总而言之一定要赢 欢迎收看 《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专访罗嘉良 一哥陈福记 那时候的剧就是很经典 拿出来到现在看 都觉得不过时 不过时 包括那个装造啊什么的 就都是很洋气啊 这剧本太好 对啊 而且那个时候拍的这些剧集 全都是大制作 《创世记》是107集 105集 105集 拍的上下部 当时拍了多长时间 我们拍了11个月 那很快的速度了吧 当时拍的时候 好几次年都差点受伤 对啊 有一些是很危险 拍的时候我们会很投入 我每做一件事 我决定去做 我就认为它会成功的 它会好的 所以我在无限 才有那么多气的 拍了不同的角色 当然有时候 也知道 比如说我的车 在水里面 冲进水里面那场戏山 非常非常危险 对 前几天晚上 我拍棚里面的事 拍到五点多 凌晨才收工 然后回家 基本上洗个澡 我就要走了 它要在一个游泳池里面 把车放在里面拍的 我要练那个氧气 那个氧气筒 练完差不多就要拍 我游进去 然后有人 他们就帮我 把四川门都关上 那个关上的时候 急 急齐恐 就是你很无助 我一动的时候 它有一些玻璃 受伤了 那个手 最后自己要正经 继续做 别停 然后就做了 做完之后 做完之后就过去左手边 后来我就做一个手势 他们就来帮我开门 所以当时也不知道 这个门能不能打开 水压 没人知道 其实 就去拍了 后来那扇门打不开 完全打不开 因为我做动作的时候 把门锁了 天哪好危险 所以外面打不开 然后立马正经正经 因为我有两个氧气筒 可是很模糊的 看不清的 就拿着呼吸 正经正经 后来他们把后面的门打开 让我出去 后怕吗 现在想起来 如果你现在我不会做 那为什么不要求要替身呢 替不来 因为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我也应该做 是吧 你拍到是你自己做的 等于过了那么多年 今天可以拿出来说 不挺好吗 叶蓉天这个角色 很多人都说特别立体 然后有血有肉的 他是个疯子吧 他做的事情都是做生意的手段 香港无限他拍的戏 我觉得都是好 都是有血有肉 常常说有感味 对 我常常在外面很多隐秘都说 都说起来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 他有一些公司都改名立天 什么什么的 有很多我碰过很多朋友 很多人也会有影响 对他们的奋斗很有影响 我就是因为经过创世纪 才有机会打到全国吧 现在来拍戏吧 对 然后其他其实很多角色我都很喜欢 那时候南帝啊 好笑的 这个是 很多观众中 没想到我会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个其实是有人情的对不对 那时候南帝 对 吕琪嘛 然后谢贤嘛 对 陈宝珠啊 都是有这样的人的 可是剧情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 嗯 那时候南帝其实讲的是 几个过气的明星 晚景还挺凄凉的一个故事 对 它是一部喜 看似像是喜剧 其实是一部悲剧 对 它还挺现实的 包括我们看到 其实很多当时在TVB里 还算挺风生水起的一些演员 其实后来过得都不是特别好 人生嘛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你从来没有迷茫过的时候 就想 那如果不从TVB里出来 那就会一直在这拍电视剧拍下去吗 我 所以当时我走的时候 是我要求 我自己想要离开的 因为我都知道 如果我继续在无线拍戏 就继续拍电视剧咯 然后带新人 不会饿死 可是你要再进步 再上去是很难的 我第三年离开无线的 奶泥地 其实我拍过很多很好的戏 郑和沙西洋 朗烟 秦桧 很多很好的角色 这是不容易的 对 离开香港十几年 到这里 因为 老实讲 什么都有了 红也红过 想怎么样 真的 大家都会觉得应该乘胜追击 我红我要更红 然后我要怎样怎样 其实不是的 越红你越辛苦 这些都是人家看的 当然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一些人他还很喜欢 很享受那种 很红的时候 我不是的 不认得我最好 你是设恐吗 我也没有设恐 就是自由啊 可以这样吗 一幕李罗嘉良饰演的角色 总是那种为了前途牺牲爱情的人 而现实生活中却截然相反 其实我挺浪漫的 节日啊 什么那些母亲节啊 什么情人节 我肯定会穿花的 这个不会落傻的 从来没有 我在家里面我会点蜡烛啊 放一些很轻的音乐啊 什么 我很注重情调 射手吧 您还研究星座啊 我一点点吧 我老婆比较熟 我是非常注重家庭的 就是我应该做什么 应该我要做什么 我都会记住 那不拍戏的时候就会在家 也不出来 我基本上在家 很少出来 很少 一年 一年 其实一年除非工作 或者是很特别 进程的机会没 没有那么多 没有试试 那在家的时候会干些什么 听音乐 就是最主要 我喜欢搞音响 音响 音响 好多年了 我觉得这样的兴趣是非常好的 什么 起码你会回家 他这有一个音响 有声音响 这跟您家里的 小心头 小心头 跟我家里不一样的 嗯 这里有好多酒 对啊 我喜欢的 我看到这些东西 都会很开心的 以前我拍装饰机啊 过了几个 流行岁月都是我 夜晚我没拍戏的时候 去录音的 嗯 对 可是呢我很喜欢录音师 因为我喜欢音响 我一见到喇叭啊 见到那些机器啊 我就会特别开心 不知道为什么 我家里面有个房间嘛 就听音乐吧 嗯 很开心 你会自己到那个房间里 把自己关起来就 对 听音乐 对对对对 不受任何外界打扰 基本上 我老婆也 不会来打扰我 她也知道我进去了 那一直在家 你会不会就是 很想出去拍戏 顺之间 我很多事情 我都经历过嘛 很红的时候 也经历过了 然后有一些事情 我也经历过了 其实我没有 我一定要达到 某一个程度 某一个 红的程度 或者是一定要演什么角色 我现在是没有的 我现在是顺直之人 我很舒畅 我已经很幸运了 我已经有 那么多好的作品了 您知道网上很多人 管您叫捞家吗 是 很早 来理解捞家呀 市地呀 这些标签 这些头衔 这个是全媒写的 我感谢他们吧 其实我走的时候 我已经在TV 得到东西已经 你想得到的东西 都得到了 我之前不是回去 有时候拍一些戏吗 其实我为什么再回去 我希望见到我们的好朋友 真的 你说钱的 不会赚很多钱的 我希望再见到他们 还是有情意在 有啊有啊 很深的情意 来吧 干杯 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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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开心 嗯 很舒服 我来都喜欢 做法 旁边没有 其他人 一有人烦着我 不自在了 我可能就不会说那么多的 嗯 对我说了 就是不习惯自己做明清电视 你说的太对了 黄迹就是与此飘冷 一切就这样分合 你